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你好 我是主播燕娇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 微信聊天记录 一定不要截图 喜欢这篇文章 请在文末 点个赞看 一起来听 催泪情书里 有这样一句歌词 聊天记录 就像催泪情书 一字一句都追心刺骨 一段感情成了永久痛楚 还藏在心里 舍不得删除 是啊 一张张过往对话的截图 记录了两个人之间的喜怒哀乐 还剧离别 见证了最不堪回首的爱情故事 曾经的两人聊得热火朝天 最后却是人走茶凉 各自天涯 所以 微信聊天记录 一定不要随意截图 因为你不知道哪些东西 你可以珍藏一辈子 哪些东西 又会惊醒你 尘封已久的回忆 朋友小朵 是个心思细腻的女孩 她找了对象那会儿 就喜欢聊天截屏 一一保存 她说 以后翻阅起来 一定很美好 有时 还会在朋友圈晒图 有她给她发的红包 有她说 带她去旅游的承诺 也有彼此俏皮的小情话 那些甜蜜的日常 小朵都视若珍宝 后来那个男生 和小朵分手了 她对我说 你看当初她有那么爱我 大事小事都会跟我分享 有求必应 有问必答 可是渐渐的 满屏都是我在说话 她爱答不理 现在翻看我们的聊天记录 就好像 看见她变心的过程 截图见证了你的开心 然而却不能帮你 一直保留这份开心 正如有句话说 聊天记录不要截图 在一起是截的图 当时看是恩爱 是约定 是纪念 分开后再回首 只觉得可笑 以及伤感 甚至是难过 身以为然 爱着小心翼翼 不舍得删除 依然改变不了 花开两朵 相顾无言的结局 只会更让人逃不开 放不下 所以别再养成 截图的习惯 因为等那个 给过你温暖的人 不再给你拥抱的时候 你来我往的那些记录 就成了一个 无法愈合的伤口 现在的情侣 每天在微信里 嘘含温暖 说尽甜言蜜语 发送各种亲热的表情 互诉忠常 截图保存 细细品读 对方的在乎 和交付自己的心意 以为那些甜蜜的过往 能够像聊天截图 那样永久定格 可是时过境迁 物是人非 那个信誓旦旦 和你相约白头的人 不一定真的 能陪你一辈子 分开之后 也许终于放下了 不再去想了 有新的开始了 但未来某日 却因为一张聊天记录截图 把你的伤疤再一次切开 或是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又何必呢 真正的爱情 从来不是隔着冰冷的屏幕 谈情说爱 而是两个人实实在在地相处 从对方的行动中 去感受关怀 从日常的相处中 去表达爱意 从积极的交流中 去彼此磨合 不要再终于 惠心聊天截图 把美好记在心里 脑海里 不论是友情还是爱情 若情浅缘薄 不必强留 结伴一成 随心随缘 昨日之日不可追 删除聊天后 就收拾好心情 翻阅新篇章 继续往前走 人生总有遗憾 好好享受现在 把握当下 珍惜在你身边 爱你的人 才是明智之举 演员郑海潮说过 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 请等到 他对你百般照顾 实在相信 如果他答应 带你去的地方 等他钉好机票 再开心 如果他说要娶你 等他买好戒指 跪在你面前 再感动 感情不是说说而已 我们已经过了 耳听爱情的年纪 真正的感情 不是在微信聊天截图 那些不负责任的 糖衣炮弹 不是每天按时 细心的情怀和晚安 更不是在通过微信 就能永久保鲜的东西 它存在于现实 基于日复一日的 相处和行动中 用相互陪伴和体谅 去度过光阴的 那份心动 在微信聊天 盛行的今天 依然认为有些事 有些情绪 需要当面说 当面表达 那是聊天截图里 无法体验的真实感受 截图记录着 初见时的美好 可这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又何必保存下来 让往后的回首 涂增伤感 以后 微信聊天记录 就不要截图了 你要相信 能够陪你一生的人 会和你一起创造 美好未来 不断去刷新 属于彼此的 美好记忆 今天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守候 如果你也喜欢 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底部 给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晚安 好梦 明天同一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